很多球友想要关于国内球员的投篮解析,今天他来了。 这是2019年KOK世界篮球争霸赛上, 程华山在比赛最后还剩4秒钟时, 投出了一季超远3分,压少绝杀了新西兰队。 这季投篮他从接球到出手, 仅用了1.13秒的时间, 而在如此远的距离, 他仍然保持了稳定的投篮动作, 为何他的投篮能做到又快又稳? 本期视频将解析前CBA后卫程华山的投篮。 程华山在球场上的特点是习惯于三分投射, 擅长突破,创造空间的能力较强。 他的投篮是具有个人特色的一段式跳投。 首先是他投篮的下肢发力, 他在接球后快速将重心, 较大的曲宽幅度带动了小幅度的屈膝, 同时保持了较低的尘球, 脚下使用的是窄具的站位。 几乎全脚掌触地, 没有明显的体肿习惯, 利用身宽的力量向上起球出手。 其次是上肢发力部分, 在抬球点向上充分的顶肘, 拉直手肘后, 手腕自然下压, 篮球的后旋充足。 同时他有向上投的习惯, 出手后手肘高于眼部, 这保证了篮球较高的弧度, 在出手后手腕有楼和抖动的现象。 从起球到出手没有明显停顿, 那么他的投篮对普通人有何借鉴意义? 第一点, 他充分的曲宽蓄力能为投篮提供更大的力量, 整体发力更加稳定。 很多球有习惯的是屈膝发力, 尤其在远距离投射时会出现力量不足, 过度的曲膝容易导致下肢伸展缓慢, 上下肢发力脱节, 同时身体重心不稳。 第二点, 他低肘部向上发力的特点是顶肘更加充分, 下肢力量更加顺畅地传导。 一些球有是高肘部投篮, 或习惯向前投篮。 这都很少用到下肢力量, 更多的是靠上肢力量投篮, 弧线较低, 射程较短。 第三点, 他祈求时投篮手与辅助手的大臂, 都是贴近身体上举的。 祈求的轨迹是从身体的中部转向偏右肩, 这能保证手肘、手腕。 手指在同一条直线上指向篮筐发力, 一些球员做不好投篮的直线发力, 出手后脚臂, 手腕常出现左右偏移的情况, 都是由于手肘过度外翻或手腕的扭曲导致。 普通人能做好以上三个细节, 基本就能轻松驾驭三分投射了。 最后是对城华山的投篮的两点建议。 一, 他在投篮时躯干会有小幅度的前倾, 如果能保持躯干的正直, 身体的重心会更稳定, 力量传导更加顺畅, 同时提升姿态的美感。 二, 他目前脚下发力是全脚掌贴地的发力习惯, 如果养成单脚或双脚的前脚掌发力的习惯, 能进一步提高投篮速度, 同时更多地利用脚掌及小腿的弹性力量向上起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